112年吉安湘香掌盃桌球锦标赛这个星期假日登场 来自全线有58是队伍350位的桌球好手同场竞技 乡长游淑珍表示 部分年龄部分性别养成运动习惯才可以打造健康生活 未来乡公所会持续举办各项的运动赛事 欢迎大家到吉安 旧运动促进健康也结交更多好朋友 112年吉安湘香掌盃桌球锦标赛 在由立委傅坤奇和乡长游淑珍回拍开球之后 一整天激烈的赛事就此展开 今年有58支队伍350位桌球好手报名参赛 年龄从8岁到80岁时间 每个人都透过运动结交朋友也促进健康 112年乡长杯桌球锦标赛开打了 谢谢我们体育会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世纪 热火的运动 当然我们也看到吉安湘大大小小 从学校的孩子到社区的长者到银法的这样的一个竞赛 带来的充满的是友善的吉安 带来的是我们健康乐活的社会氛围 在社区里面我们带来了平时的运动 跟乒乓球的竞技 今天更带来了是全乡性甚至于是全线性的好友来到了吉安 我们一起进行我们的友谊竞赛 无分你我 无分男女 无分族群以及乡镇市 我们一起共同达到了运动流汗休闲健康的一个新境界 经过一整天激烈竞赛最后是由嘉明国小红队赢得国小中年级主 和高年级主双料冠军 而分领组织是慈恩宏基金会来夺冠 社会组是由小乌龟木木联合乒乓抱走的金牌 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奖表扬 他也允诺未来会持续举办各项的运动赛事 打造友善的运动环境 落实吉安湘全民运动健康的理念 介络会吉安湘报导